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1927年11月16日生于陕西华县防北汇村平寒农家 1925年考取广州黄浦陆军军官学校 1926年10月胡在黄浦军校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 是陈城土木系后期中心人物 1937年初松沐会战爆发后 胡连所在18军第11师第66团开赴上海 8月率部参加松沐会战 胡连团部奉命守卫上海北面罗电地区 日军以罗电为突破口 派飞机轰炸大炮轰击66团阵地 释放烟墓弹以坦克掩护步兵冲击 战况十分激烈 当时胡连组织赶死队用极速手榴弹炸坦克 又组织机枪火力网封锁日军的前进通道 还组织部队主动出击和日军进行肉搏战 以杀伤敌人 有时候一昼夜可以打退日军的十几次进攻 顽强地坚守了阵地 可以说奋不顾身十分英勇 在胡连的军事生涯中 最为辉煌的战绩 当属1943年与日寇进行的石牌之战 1937年抗战爆发不久 南京国民政府迁到了重庆 宜昌作为重庆的门户 也是国军在长江上最后一道防线 就在这个地方 中日两国的军队持续了长达三年的对峙状态 石牌古镇在宜昌县境内 位于长江三峡中最为奇幻壮丽的西陵峡右岸 一山傍水地势险耀 长江因他在这里突然右拐110度构成天线 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自日军侵战宜昌后 石牌便成为拱卫陪都重庆的第一道门户 石牌失守 重庆将完全暴露于日军火力之下 当时第十八军负责束手石牌要塞 军长方天派遣第十一师胡脸部守备石牌要塞的核心阵地 1943年5月25日 在湘厄边境的日军占领险耀关口于阳关后 渡过清河逼近石牌要塞威逼重庆 蒋介石从重庆发来首令 称石牌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 并延令江防军胡连等猪将领 英勇杀敌坚守石牌要塞 日军这个时候已经攻占了松兹和郭恩 余阳关也丢了 日军的进攻就目标指向了石牌 志在必得 蒋介石就给陈臣下了个命令 无论如何要保证石一师坚守石牌 胡脸在大战之前曾写下五封举笔信 然后沐浴更衣 准备和日寇决一死战 在给妻子的信中 胡脸惭愧地写道 我今奉命担任石牌要塞守备 原属本分 故我毫无牵挂 诸子长大成人 仍以党军人为父报仇 为国尽忠为宜 十余年戎马生涯 妇女之处良多 今日诀别感念至深 当其长官陈诚致电询问 守住要塞有无把握 胡脸只回了一句 成功随无把握 成人 却有决心 1943年5月26日 装备精良的日军 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 向石牌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将防军方面战况激烈 日军付出极大伤亡的代价 才能推进几十米 由于日军炮火的空机 和航空兵的轮番轰炸 守军阵地多被摧毁 人员伤亡也击大 经过七昼夜的浴血奋战 最终胡脸率部取得石牌要塞 保卫战的胜利 击毙日军打七千人 脚迫器械武术 国军伤亡仅一万多人 取得了空闲的打结 年仅二十六岁的胡脸一战成名 更被蒋介石授予青天白日勋战 战后陈城点名表扬胡脸师长 并升任为第十八军副军长 石牌保卫战让胡脸名声大振 当时蒋介石原本只要求守三天 胡脸却守了七天 而且还打退了日军 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疑问 为什么当时抗战的部队将领 常常接到的命令是镇守三天或者几天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命令呢 国民革命军作战指挥部发出这样的命令 其实也是迫不得已 因为用血肉之躯对抗飞机大炮 蒋介石很清楚 他知道这个师守三天以后 可能官兵死伤已经在80%左右 剩下的部队马上去整补 再派一个师补上去 再守三天 再撤下来 再补上一个师 如此轮换 下达这样的作战命令 也是情非得已 用人命换时间 可见当时抗战之惨烈 这也同样说明 为什么在抗战初级阶段 蒋介石就基本打光了自己的全部家底 胡脸在石牌之战中 不但坚守了七天 还打退了日军 实现了蒋介石死守石牌 确保石牌的军事目标 并且石牌保卫战 挫败了日军 入陕西进攻重庆的部署 给日军一个沉重的打击 振奋了民心士气 这场被誉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宝贝战 极大的振奋了国人的欲如勇气和抗日精神 石牌之战 胡脸立下了险赫的战功 收获无数赞誉 有人称之为中国的朱可夫 其指挥能力和战斗决心 再次让蒋介石刮目相看 毛泽东曾评价胡脸 脚如虎猛如虎 胡脸一生追随蒋介石赴汤蹈火 征战无数 1949年国民党败退 胡脸将军也追随蒋介石退守台湾 晚年的胡脸最大的心愿 就是想回家乡陕西再看看故土 但是他最终也没能实现 1977年 胡脸因心脏病突发 在台湾去世 享年70岁 近年胡脸虎胡汉将的形象 被导演们编成电影电视剧 让更多的人借助迎平 跨越时空的界限 追溯那一段段 可歌可泣的悲壮抗战时 第二个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